我为什么不能永生 这可能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呐喊 但如果我们转变一下自身的角色 就会发现这句呐喊有多么的苍白无力 如果我们身体内的细胞拥有思想 懂得说话 那么它一定也会发出与我们相同的呐喊 但是我们对于它的呐喊并不会在意 因为这些细胞只是我们的工具人 它们的存在对于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意义 那就是保证我们的生存 长绒毛细胞希望能够永生 但它们的寿命却只有两到三天 因为我们需要它们死去 我们需要有新生的细胞来替代这些老去的个体 以便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营养 表皮细胞也希望能够永生 但它们的寿命却只有不足一个月 因为我们需要它们死去 我们需要新生的细胞来替代这些老化的个体 这样我们的肌肤才能长久焕发光泽 每个细胞都希望永生 但我们并不允许 也不在意 因为它们只是我们的工具人 它们生存和死亡的意义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了我们整个机体的健康存活而服 遗憾的是 这些细胞是我们的工具 而我们同样也是别人的工具 这里所说的别人就是指基因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也好 我也好 我们都不过是为基因打工的工具人 生命只是载体 基因才是主人 而我们之所以不能永生 是因为不被基因所允许 基因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实现永生 因为基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自己 基因让我们对异性痴迷 这样基因才能自我延续下去 基因赋予我们智慧 又给了我们一颗争强好胜之心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在竞争中取得胜利 而取得了胜利则更有利于基因的延续 如帝王将相相相较于普通人而言 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保证基因的延续 基体的永生为什么不被基因所允许呢 因为永生会阻绝基因的延续 当基体不再死去 新生的个体会越来越多 资源会越来越少 最终则必须面对两个结局 那么彻底停止生育 要么集体走向灭亡 无论是哪一种结局 对于基因而言都是一件坏事 基因不仅不允许基体永生 而且还要对基体的寿命进行严格的控制 而这种控制与基体的生育能力息息相关 没有例外一种生物的生育能力越强 它的寿命就越短 反之如果生育能力越弱 则寿命越长 比如三年最多生育两次的人类 平均寿命就在80岁左右 而极限寿命也不过120岁 而一年可以生育十数次的老鼠 寿命则不会超过两年 有趣的是 基因对于寿命的控制 不仅考虑到了生的能力 还考虑到了养的能力 也就是说 这种控制是以最终存活幼体的数量为基准的 比如海马 一年产卵十次 一次可以孕育一千多个幼崽 但成活率很低 只有千分之五 所以这种生物的寿命 与一年生育五十个幼崽的动物寿命 是相同的 约为五年 基因控制生物的寿命 不仅是为了保证生存资源的充足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传递纹身 一条基因要想保证自己稳定的遗传 就必须要找到一个优秀的另一半 所以生物种群内的基因多样性 以及基因的质量都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基因多样性和基因质量不高 那么就很容易找到存在缺陷的另一半基因 而恰巧 自身也存在着相同的缺陷 则会在下一代身上得到表达 这种缺陷的表达 直接会影响下一代的存活 进而导致基因延续的中断 所以清除年老的个体 是基因为了保证自身延续 所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基因是如何控制寿命的呢 就是利用染色体两端的端力 染色体的每一次分裂 都会导致端力的缩短 不同生物端力缩短的次数是不同的 人为56次 所以人类的极限寿命就是120岁 既然基因都不允许我们永生 我们对永生过分执着 就只能是自寻烦恼 其实 人生在世 没有必要对生命的长度过分执着 纵使我们真能实现生物学永生 难道还能躲得过太阳的膨胀吗 万事万物皆有尽头 个体生命如此 恒星乃至宇宙皆是如此 诞生和消亡 是万事万物必经的两个过程 不同的只是中间的长度存在差异而已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生命的长度 所以还是着眼于生命的宽度 才能不复此生